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伟吉他教室 本节更新 我给大家带来这首《胡溜溜的后来遇见他》 这首歌也是我昨天刚刚听了这首歌的原曲 然后根据这首歌原曲的听感来做了吉他的伴奏的这样的一个编配 首先提示一下大家在你学习这首歌之前 请你到大伟吉他教室的官网 或者是大伟吉他教室的微信公众号来下载这首歌的曲谱 这样可以提高你学习的效率 我也会在这个频道持续的更新 吉他弹唱的实力教学 喜欢的话请你在留言区评论转发或者点赞 你的支持就是我做的教学最大的动力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 这首歌是四四的拍子 每分钟是六十四拍 这首歌我把它编配成了男声调的版本 它的实际音高是降一调 我们选调选用巨调的执法 然后编调夹在一品 这首歌的前奏有四个小节 这里面有我的编配也有跟原曲前奏比较贴合的这种音乐元素 接下来我慢一点演示一下这首歌的前奏部分 四个小节就完成了这个前奏 我们慢一点 首先这个是一个巨调的刮二和弦这样一个指形 这是第一个小节 最后面一拍有四个十六分音符 然后第二个小节开始 这里面有一个机弦 左手从四弦空弦到二顶的一个机弦 看一下 往下 这样就完成了这首歌的前奏 然后看一下这首歌的主歌 这首歌是比较有意境的一首歌曲 在开头的部分这个伴奏而不是很密集 突出一个净的感觉 看 两个拍子一个和弦 同时的这叫注视和弦 再往下 这都很简单看谱就可以了 和弦呢我要讲一下在第七小节的第二个和弦 它是一个A的一个小大七和弦 这个和弦在流行音乐里面也是不是很罕见的 但是也不是特别常见 一般像大小七和弦比较常见 或者小七像这种小大七听起来有不和谐的感觉听 这里面应该原曲它配合这个旋律 就是要制造这种纠结的这个听感 关于这个小大七和弦的应用呢 其实也是很灵活的 在原曲的时候实际这个低音是有变化的 它低音已经变成了声兜 而我这里面的低音没有变 它声兜是在这个地方体现 这个地方体现 我讲的是D等于G 这个第八小节这两个都是转位和弦 C和弦转位低音弹G 然后是D和弦的转位写杠 后面是低音是升F 这样一个声音效果 原位D是这样的 这样的编配一个是切合圆曲的这个和弦 还有就是考虑到这个吉他和弦 与和弦之间的连接 听感听上去会更好 大家如果注意一下 你可以看到 我一直在这个地方伴奏的时候没有弹一弦 从一开始的这个第五小节开始 这个G和弦斜杠后面D 这个只弹了三个进弦 接下来还是没有弹异弦 如果这里面举一下力 就会距离很远 比如说这个和弦 不搭就变成这样的低和弦 继续往下 这个第十小节的第二个和弦 还是一个聚和弦的转位 低音弹D 5 4 3 2琴弦是这样的指形 大家参考一下乐谱 这个地方的和弦功能 实际上跟前面的 第六小节的第二和弦 是一样的和弦功能 前面只弹了三根弦 这个地方弹了四根弦 就是完整的G和弦转位 然后是C的ADD9 然后用了一个D的ADD11和弦 实际上圆曲这个地方并没有 用到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细节的地方 跟原曲是有区别的 这个也结合了这个G调的 G大调的这个伴奏的编配 我们知道这个鼠和弦 也就是D和弦 这是一个原位的D和弦体现 还有就是刚才转位的 还有这种加11音的和弦 这个是G调里面是比较有特色的和弦 继续往下看 看一下第十二小节 G然后G刮4 然后G 其实这个G刮4并没有弹低音 它持续的是前面G的低音 因为他们的低音是共同的 然后继续我们往下看 这首歌是一个A B C段的三段体 A段已经过去 然后我们进入到B段 也就是歌曲的中间段或者是过渡段 接下来的C段是这首歌的高潮部分 继续往下看 然后从这个地方 从B段开始这个伴奏就有E弦了 我们不能总是不谈E弦 这样也是不对的 这个一个乐段完整结束以后 进入下一个乐段 就开始这样的 看一下这两个 本来如果不弹E弦的话 可以这样 就是还用之前的这个D和弦转位 斜杠升F这个 但是弹了E弦 就是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横暗的 和弦名称一样 和弦功能也一样 但是音符的排列有区别 执法也不一样 比如这个EM7和弦 我比较常用这种EM7 这也是一种 但是E弦变成三频以后 它也还是涉及到这个和弦前后的连接 也听上去会比较顺畅 这个地方还是一个聚和弦转位低音弹D 4 3 2 1琴弦 它跟前面的这个和弦功能 第十小节的第二和弦 它的和弦功能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里面 它结合和弦前后面的这个音符搭配 所以就弹了5 4 3 2琴弦 然后这个地方由于B段一开始 我们就伴奏就有1弦 所以说这个地方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排列 然后继续往下 具体这个和弦 大家参考乐谱上面的和弦图示 这个和弦是一个B7和弦转位低音弹升D B7和弦很常见的是这种按法 还有一种这样的按法 然后这个地方圆曲也是转位的 低音弹升SOUL 就是升D在这里 一个小节里面换了三个和弦 前面是EM和弦 6 3 2 1琴弦空弦 然后下面的是EM7转位低音弹D 就变成了4 3 2 1还是空弦 下面是升C M7降五音和弦 其实这三个和弦 一二三弦都是空弦 然后 这个升C M7降五音和弦 这个低音是四弦 是五弦的四频 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地方 大家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想把吉他伴奏 就是你弹得更干净的话 大家看一下我左手 这是EM和弦 然后EM7低音弹D 你要突出低音是四弦的空弦 如果这个不去制音的话 这声音还在持续是不对的 然后 就进入到这种C段副格的部分 如果喜欢和弦编配的比较细腻的 或者是追求圆曲效果的 你可能要比较注意一下来听我来分析这个和弦 在这个C段开始副格的时候 第一个G和弦第二个是一个B7 转位 之前出现过这样的 但是这个和弦又有点变化 它变成升五音和弦 大家听一下这个效果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还用之前的就是它和弦律线条会有点不太和谐 因为你弦律线条 那大家看一下这个简谱上面是D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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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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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这是Do 然后你弹这个和弦的是 Song So Re Mi Si 这里面并没有这个Do 所以说这个Do是这个和弦的生五基因 它贴合度就更好 下面这个是一个Bm和弦斜杠低音弹D 是这样的 CADD9 这个又是一个转位和弦 G和弦斜杠低音弹B 这个Am7 我是这样弹的 如果一弦空弦也是这个Am7 我只是这样连接听起来更好听 大家注意一下后面的D7刮4和弦 这个都是没变的 保持的 继续往下看 结尾有一点变化 在这个复歌结尾的地方 这个技术弦 慢一点看 然后就进入到这首歌的尖奏 尖奏也是我来根据原曲的感觉 在编配了这样一个 四个小节的尖奏 慢一点演示一下 就完成了这首歌的这个尖奏 再慢一点 看一下指形 左手的机位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一个D的加诗一音和弦 用了一个小拍音 然后就进入到歌曲的演唱部分 第二段是直接从B段开始略过A段 这个地方只有两个小节分解 原曲是这样一个处理 我也延续了原曲的这种听感 接下来就是变成了扫弦的地方 我连起来看 接下来接受扫弦的地方 AM7 开始的两个下 第一拍子突出低音弦重一些 然后第二拍子全扫 然后第二拍子后面16 一下以上扫高音线多一下 多一些 就是说这样后面的和弦 也是这样的一种律动规律 然后继续往下 继续往下看 这里面扫弦要注意一下 前面分解和弦的时候讲过这样的地方 就是这一个小节里面三个和弦 当时是分解的 这个是扫弦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EM 然后如果扫到下面的和弦 EM7斜钢D 低音弹D的时候 这个时候扫弦怎么办呢 如果大家看我的前面的示范的部分 就是演示的视频 大家会看到我这个左手 应该是中指是在给两根琴弦之音的 轻轻触导 六弦和五弦 大家看一看 你听一下这个扫弦 是不是最低的音是四弦空弦 然后下面声CM7降五音和弦是这样的 这个需要用无名指按住五弦四品的手指 轻触到六弦和六弦之音 因为它的根音是五弦四品 这个是低音最低的音 如果不致音就是 这个就错了 继续往下 就进入到这首歌的副歌 扫弦基本上运动规律大体上都是一样的 我就不一一的每一小节去讲 然后在结尾的时候 比原曲的尾奏缩减了一些 看一下这个尾奏的地方 剪慢 然后一个帕音结束 这个结束用了一个G的ADD9 之前所有的伴奏都没有出现过 如果你不想用它 你只用G曲线也可以 如果加上这个九音会更有立体感 大家听一下这个对比 和不按 这样 是有一个细节上的一些差异的 好的朋友们本节我们就到这里 下节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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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